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一位内部人士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现在中国国民党还有50天就要投票了 还在这内部纷争不断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次的团结问题 最后闹到了国民党的一批精英分子 居然跑到党中央去静坐 这个有点过了 看在对手手里 心里 那真的是躺得多了 可能赢啊 咱们看 今天我们邀请廖锦铭先生 中国国民党中平会的委员 也是我们两岸问题的学者 也是我们实时政治评论员 今天我们邀请他来呢 给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廖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廖先生第一个问题 这一次在最新的一个争议 那就是不分区立委 其实不分区立委原本好像以前也有过争议 但从来没像这一次出现这么大争议 闹得有些人都跑到党中央去静坐 为什么 最主要我们当时国民党有这个 台湾那个选举有一个就是不分区立委 他当初的用意就是说 一般你区域选出来的 因为有受到那个选民的要求 或什么政治的压力或什么的话 可能你投出来的人 也许他有民意基础 但是不一定合乎整个国家的利益 或者不合党的利益 对 所以当初有这个所谓不分区的立委 就是说配合一下 就是刚刚你政党的投票率 看看得到几percent的那个政党 那总共台湾现在是有34位 那个不分区的名额 那你可以根据那个去分配 哪个政党得几percent 就分34位里面分多少位 那比如说2.5到2.8就可以拿到一位 不是 最少要5个percent以上 就是起步了5个percent 5个percent以上 你就可以来分配 所以上次亲民党就因为宋楚瑜有三倍是吧 对 他因为上一次他得了157万票 还蛮高的样子 还蛮高的 对 好像超过5个percent 所以他有一张所谓的 你除了超过五法线之后 那个政党还有所谓的 下一届选总统的时候 可以推荐政党推荐 就不用用连署的 那个我们称为说辱门卷 辱门卷 所以是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名单是 因为过去这个提这个部分区 是党主席的一般的权利 但是其实也不是说党主席 他一开始就一个人全身招作 像这一次他其实有一个叫做七人委员会 那一般结构大概是一部分是党的干部 就像副主席秘书长 或者是他一些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社会的宣导之类的 他有七人宣导 然后提出名单之后再交给这个党主席去确认 但是这一次听说我听是说 说到那个吴敦律说到那个名单之后 大部分人都不认得 因为就是有各个派系都会推荐人 我们这一次从几个报纸之后 用三个五个三头 或者说有些说五个派系 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有推荐人出来 那后来他们看了名单之后都抗议 抗议的就是韩国也抗议 朱立伦也抗议 马英九的代表也抗议 也不高兴 连战的儿子连政委也出来抗议 对 我看到没讲他也说话了 洪秀柱那个前党主席 结果他们就是五座山在那边挡住 所以 婆婆太多 就是说你总共只有三十四个位置的那个缺而已 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三十个都是国民党 而且我相信 所有独生力就是做这个三年多以来 因为党产都被充公了 他每个月要去借那个三千万 他借钱的人等于是债主 可能 也提要求了 也有很多人会提出他的人选 那当然了 所以他这个其实不好做了 这个人数不好做 所以他当初提出来的名单 大家一看 怎么会曝露到媒体上去呢 但是 反正都会公开 但是其中最主要一个重点是 他把自己列入进去名单 就是说那是以前所有都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党主席自己求援兼裁判自己去去 但是也有人说他那么委屈 而且他做得还不错 他的经历他从他现在在台湾 就是说只有总统这个位置没有做过以外 低乎从基层一直到副总统 他是资历最完整的 他资历最完整的 党的资历也完整 政的资历也很完整 所以他认为说 而且他现在就是哈克兰 他自己也感到很委屈 他最近欠债欠了很多 就是说现在大家听他自己本人讲的时候 他没有朋友在接他敢接他电话 因为接电话就是说要借钱 就是借钱 那他这个名单一公布出来 他就很多人就反对 因为可能不知道每个人可能推的 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 也许推好几个 这个你有些有用一个或是几个 因为很多要分配 但是就是说出来之后很多 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说那个名单其实也不错 但是大家的期待 就是说政党不分区的政党名单 你提出来的人应该第一个有亮点 有专业性质 还有代表性 但是还有就是说你这些 就是不分区的应该是你对党的价值 党的那个政策 或者是党 你说当选以后你要推什么样的法案 推什么样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策略 但是这一次他们就说看不出来 这些提出来的人都好像一点都不亮 就是说尤其是前几名 他们跟民进党做比较 民进党说他们就是还是很会选举 他排出来的就是有亮点 就是亮点体质 有些社会也不是很满意 但是他们有些人比较客观的时候 分析这一次吴敦毅的亮点 其实他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他就说这个在目前在民进党执政底下 不是把军公教砍得很厉害 把劳工也砍得很厉害 就允许民业嘛 尤其最近那个就是说原来太阳花事件 就是那么占领的行政院 立法院行政院 结果蔡英文上台第一个就是这些都无罪 都放弃起诉而且还把警察罚款 要国陪的时候要警察罚款 所以我们第一名排那个警察的业余 就是说他因为而且目前为止 台湾的老百姓还是对警察维持治安 当然了 还有比如说保姆的那个味道 还是无形中有那个选票 就是国家的公权力 第二个他推那个证明中就是说我们的财经的吧 财经的专业 他认为说经济 现在台湾的经济在财政底下搞得不辣了 另外推了一个无私法 为什么他有争议呢 他不是 他最主要他是 他本来他最主要是因为这次军公教 他所谓的八百壮士不是出来 对啊 扎影在一起抗争军公教砍军公教的警察的 后来他现在大家是不是他中国国庆还是 他跑去了 而且还是还是大家经常说过渡天宗 把他抹红了 邱毅也是 邱毅是很有战斗力的 就是大家认为 那个人 国民党的立委都是比较文良公俭 民进党提什么意见就 在立法院都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在媒体上说两话 对连抗争的力量都没有 所以提邱毅 但是这几个对 因为他们被批评说过分偏忠 所以被抹红了 抹红了就是就大家就说这个应该拿掉 那或最后产生的就是邱毅自己退了 但是无数还保住了 因为他毕竟是后面那个退伍的军公教人 人数太庞大了 这也会影响这一次的 上一次因为那些人都含列不投票 所以我们少了三百万票 没错 就是那些就是说你 这也跟马银九的政策有关系 他带头他先 马银九先带头 把那个军公教的福利先 是吗 先砍销的 然后蔡英文上去就砍 十八派也没了 全部砍了 所以变成那个就是那含列不投票 所以有这些作用 另外我们就是中南部有好几个县市 一直都是先都是二三十年来都是绿营的立法委员 立法的县市长或什么 蓝营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要排几个下去就是当不分区 就是说万一选不上的话 我们就用不分区的地方 或者的话现在在绿营执政的县市 他都没有办法去办什么选民服务 或什么的 那他们只好去找民进党的那个立委 或者县议长什么的 那吴行中 对 这个考量是对的 这个考量是对的 票就跑过去那边 这个考量是对的 所以他当初吴登利说他有考虑的 就是说这些绿营绿色的 就原来我们还没有光复的那一地 就是说那个选民还大便 还是立大于蓝的地区 用不分区的去的话 就是说如果进去 就最少还有一个代表在那边 还能够设个服务处或什么的话 没准一天星星之火就聊远了 对 所以有人说 其实吴登利牌的名字有他的考量 因为他是这样 但是他最主要是他 因为他这一次是 就把自己放进去 名字放进去 变成抓到毛病 大家所以很 不仅是名字放进去 最主要是把他自己放在了一个安全名单里 安全名单 所以大家觉得说 第一个 党主席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到不分区立委里面 第二个 你就是放 你也应该放在边缘上鼓励大家 充 充这40% 50%的投票率 如果能有45% 50%的得票率的话 我们第15位 第16位都有可能当选 对 就有吹票的作用 对 有抽票作用吗 可能结果好像一开始把这方第8好像是 一开始放8 最开始的时候 头头可能派第1 第2 后来派第8 后来又改成第4 最后又改成第44 所以 这东西 这东西 我有时候跟大家讲 我说有些事做 做了就不能改 要么就不做 你改来改去 最后你就是本来有理的都变得没理了 是这关系我们修一下 是这关系我们修一下 谢谢大家